从上而下的观点来创作 王采一老师带领学生 画出一幅幅巨型水墨作品 有充满暖意的樱花顺景 还有从高处俯瞰千岛屋的壮阔景致 这种构图一般来讲 我会比较少人会做这种创作 然后它会有一些 先是近的 然后在一些远 远的反而是在下方 然后再增加一些烟雾 波光淋漓的一些景象 这幅画是我们台湾少数民族 就是泰雅族的妇女的风韵 它会跟一般传统的水墨 会有一些不一样 它都会增加很多 素描的一些笔触在上面 绝望处逢生 这幅在黑白的水墨中 绽发出一朵红花 不只看见画工也发人心思 这幅画是在描述我 那个忘忧森林 因为它是在921之后 然后产生一个夜色湖 那里面的所有的山木 全部都枯死 然后我到那里看的时候 那里一片灰蒙蒙的 其实是感觉上是完全没有生机的感觉 那我会觉得说 在这样死急的一种状态下 我会希望它能够有生机 小处着眼 大处着手 在黄彩翼失声的水墨画中都可以窥端倪 七土区公所特别展出这档画作 希望让同仁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办公 更让来插工的民众感受到区公所的用心 欢迎他能到我们七土区公所来这边展来 让我们这个办公室多彩多智 在驾工的民众 还有我们同事公寓之下 也可以来欣赏这些这么美丽的画作 多多到我们驱工所 不一定要驾工来 来看看我们黄老师的画作 就是你平常你上班的时候 其实是一天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可是看了之后有反向的效果 我们驱工所有这个画廊 让我们来驾工的民众都觉得 这个心情有这个婚礼非常的愉快 借留凤珠失声的捏画创作后 这一次展出黄彩艺失声的水墨画展 区长欢迎有空的生命朋友 都可以来驱工所看画 也从画展中看见活画公有建筑的作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